有天升溫 今天新增43040例 比上周同期增加12.8% 有專家認為 這波疫情的高峰還沒有過去 關鍵就在下周三 而也有醫師示警 今年秋冬可能會流感大爆發 同時感染新冠肺炎 還有流感的占比 可能會超過10% 其中長者的死亡 還有重症率 可能提升到20%到40% 也呼籲民眾 一定要接種流感疫苗 本土疫情仍在高原期 1號新增48例死亡 43040例確診 相較上周六增幅達12.8% 醫師省政難分析 曲線目前還沒達到高峰 還是以等比級數上升 主要是看下周三 單日確診是否突破5萬 才能確定高峰是否已過 曲線確實是在持續往上走 高峰可能不遠的 但是還沒到 新冠疫情還在持續 緊接著還得注意秋冬流感季 基隆一名6歲女童 日前陸續出現發燒 咳嗽 喉嚨痛等症狀 到院急診後才發現是 同時感染了A型流感和新冠肺炎 在冬天的時候 尤其容易跟流感合併感染 10%左右 通常住院期比較長 而且嚴重度也比較高 專家預估今年秋冬 同時感染新冠肺炎和流感的占比 可能會超過10% 其中長者的死亡及重症率 可能提升20%到40% 新冠重症的病人發現 同時有流感的感染 大概是新冠重症裡面占的 差不多10%到15% 這次冬天會有 冥育負債的一個威脅在 至於同時感染新冠和流感的症狀表現 醫師表示會像一般感冒發燒的症狀 但是嚴重程度可能會增加 重症率也就更高 往前面走喔 一大早民眾擠報李明活動場所 第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1號開打 是針對65歲以上長者 6個月至國小入學前的幼兒等11類對象 而第二階段11月1號開打 主要提供給50到64歲成人接種 根據國外研究發現 長者接種流感疫苗 可以減少30%到60重症 甚至還能降低80%的死亡率 而健康成年人接種 則是可以預防90%的感染機率 醫師提醒民眾符合接種資格 就趕快去打 記者張宥慈 汪家喻台北 相同報導